第184章 变了 清晨的曙光投向大地的时候,一个消息从皇宫里传遍了京城 无数匹快马从四面城门而出,向大洲朝各地宣布这个大事 皇室决议,封秀王之子文俊王为皇太子,赐名为 大洲朝龙庆帝终于后继有人了 为了庆贺,拖着并身的皇帝宣布大赦 京中上下各式布置的喜气洋洋,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 朝中六部的官员都忙碌起来,为几天后的册封大典准备 这种状况下,其他的工作都被退后了 所以顾海的新任命没有下来,但这也是他难得清闲的时候 在家陪着母亲会研读诗书 想到即将到来的册封皇子大典,过海的心不由被高高地揪起来 这也就意味着决定妹妹最终命运的那一刻也到来了 少爷,该吃饭了? 小丫鬟在外轻声唤道,过海回过神,放下手里的书卷走了出去 客厅里,曹氏一个人坐在餐桌前 神情怅然,显得格外的落寞,他似乎神游天外,并没有察觉 顾海走了进来 牛,顾海在他身旁坐下,轻声唤道,带着几分探寻 哦,来了 曹氏回过神,面上堆起一丝像 快吃吧 顾海的目光,在他面上扫过,见曹氏眼圈浮肿 眼部血丝,显然哭过,已经没有睡好 视线落在曹氏的发壁,不知什么时候竟多了好些白发 娘才三十多岁,顾海心中不由一惊 快吃吧,做了你爱吃的松菜豆腐 曹氏笑道,给他布菜,好容易才买到豆腐的 这京城的豆腐啊,这几天不知怎么的,都买不到 不知道什么人家将京城的豆腐都包圆了 这个呀,还是让人跑到城外去买的呢 过海的筷子呼得掉下来,发出一声清响 怎么了 曹氏一惊,看着他 一旁的丫鬟早捡起来,给顾海换了一双 哦,没事 顾海掩饰下情绪,笑了笑说道 一面给曹氏让菜 我还觉得松菜扣肉好吃 啊,这样啊,那今晚咱们就做 曹氏也吓到 母子二人同时插开话题 曹氏吃过饭便散了 顾海直接来到顾十八娘的书房 说是书房,也是小小的制药房 摆着一个架子,除此外便是各种泡制工具 少爷,要找什么 林宝在后问道 找本书看看 顾海一面打倒 一面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要书 方开看 林宝不解 但也没有出声再问 轻手轻脚的开始擦拭 室内暗暗静静 只有轻轻的翻书声 不知什么时候 林宝发现翻书声停下了 他直起身看过去 将顾海守着要书 目光正正不动 少爷 林宝走过去小声问道 小姐,还有些书在卧房 不用 顾海活过神,摇了摇头 他视线凝聚,落在书页上 开始了吧 他不由低声喃喃 手轻轻抚过书页 三日后 皇太子册封大殿 作为朝官之家 顾宅里也一大早就准备起来 顾海换上官袍 曹氏也大装 带着一众蒲丛在门外街边势力 街面上早已黄土铺路 洒扫云尽 身披悬甲的大舟禁军已在街边站开 一个个神情冷漠 面无表情 手紧握刀剑 他们已经受命 但凡有人不进 便可当街斩杀 为了让万民瞻咬皇太子的风姿 皇帝特命文郡王从郡王府出发 到皇宫参加大典 因此天不亮的时候 整个京城几乎就万户皆空 所有人都涌到文郡王依仗经过的路上 这一天 街面上的九楼茶寺 卖出了天价的座位前 如果不是官府提前禁令 只怕乌眼上 树上 都要占满人 前方不断有真真假假的消息传过来 出门了 出门了 顾海家的丫鬟们纷纷传递着最新得到的消息 兴奋的叽叽喳喳 作为最底层的民众 只怕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如此近距离接触到 这般尊贵的人 尽管几步外 禁军的威压如山 但也打不住潮水般的喧哗 在不知道第几遍 黄太子过来的消息后 长长的仪仗队 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 街道边的喧哗声 顿时达到了最高潮 看呐 好滑贵的马车 我看到郡王了 你想死啊 是黄太子 坐在茶楼九四 花大价钱买来的位置上的人 终于体会到金钱的优势了 他们最先清楚的看到 黄太子仪仗的全貌 由朝中重臣为首 工女太监相随 建军相互组成的仪仗队 引着一辆七匹骏马 肩下雕汇运云龙的华盖车架 缓缓而来 马上上垂着玉石军纱 让端坐在其中的黄太子 若隐若现 可以让人清楚的看到 这是一位英俊不凡的男子 他身着极为华丽的黄太子礼服 竖起高领 金冠素发 白玉为代 玄云龙佩 灯云纹金边朝靴 临街的九楼茶寺 楼上爆发出一阵女子们的尖叫欢呼 如果不是禁军 已经提前搜索延长 官府提前警告 这些女子们不敢携带鲜花 只怕此时黄太子的马车 就要被鲜花淹没了 虽然有警告延令在前 但也阻挡不住女子们的热情 无数朱翠环绕 形态各异 花枝招展的女子们 从窗户上探出来 挥着手 扬着丝帕 街面上的气氛 再次被掀起一个高潮 所到之处 民众匍匐跪地叩拜 黄太子殿下千岁 曹氏顾海帅了一众蒲丛 在街边足下 摇摇地看仪仗过去 过海扶着曹氏站起身 再一次看了一眼远去的云楼滑盖马车 娘 咱们回去吧 他低声说道 曹氏点点头 不可察觉地叹了口气 扶着儿子的手 转身 满目喧哗 喜庆中 母子二人却是神情怅然 如同格式独立 黄太子殿下到 高阳的声音一声接一声 在皇城内外响起 与此同时 悠扬的钟声奏响 肃穆的古乐 侧风大典结束后 皇宫举办盛大的宴席 歌舞生平 一直持续到夜幕深深 太子殿下 这边请 身穿云文华服的大太监 手持扶尘 恭敬的银路 浩浩荡荡的宫女内侍 簇拥着文郡王 不 皇太子 尾 走向东宫 这是一座宏伟的宫殿 比起曾经的郡王府 更加巍峨壮丽 处处台阶 都是白玉做成 宫殿前 印翅般 站立着宫女内侍 看到他们走近 奇奇的跪下 山呼千岁声顿起 文郡王站在殿下 副手速力 都退下吧 太子寝宫内 伴着皇内侍的声音 所有人齐声唱诺 鱼冠退出 殿下 请就寝 皇内侍忍不住身子发抖 一句话不敢再说 扶着他 急不向重重漫仗之后而去 小小的阁房里 顾十八娘与彭一贞相对而坐 我一直很好奇啊 你说这炮制真神奇 竟然能将这剧毒的砒霜 炮去毒性 只留药性 彭一贞笑嘻嘻地说道 以免吃了口茶 往嘴里扔了颗清淡 其实很简单 用白布将披霜包起来 然后嵌入豆腐里 慢慢地煮 豆腐变黑了 就换再煮 煮过三遍后 晾出来碾成粉 与其他药粉混在一起搅拌 不过就是这个搅拌费力些 也是有流氓的独家秘方 就是要晚晚复复 无日无夜地搅拌一千次 顾十八娘笑道 彭一贞先是听着 呼的笑着 眼住耳朵 哈哈哈哈 我说顾娘子 我可没拜你为师子打算啊 顾十八娘也笑了 伸手捡起一颗清淡 学着彭一贞的样子 抛进嘴里 沉默下来 狭小的室内 气氛顿时变得沉重 那个 顾十八娘 豁得从袖子里 拿出一卷纸 往彭一贞身前一推 这个 就拜托你了 彭一贞手捏着豆子 用胳膊肘 推开卷纸 见密密麻麻 整整齐齐地迎头小卡 刘公炮制十七法 赫然入目 如同碰到火炭 她的胳膊 猛地缩了回来 顾十八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的 我算着 就是 顾十八娘 撞她笑 怎么着 也是我先呢 凭什么就是你先呢 彭一贞将桌子一拍 就站了起来 碗里的清淡颠了出来 凭什么你先 顾十八娘 我跟你说 我早就看你这点不顺眼了 你说 当初 是 我是不怀好意在线 差点害了你 我老彭于情于理都欠着你的 我这一大把年纪 你不把我当长辈看也就算了 如今还把我当孙子使啊 坐下 我是把娘低声喝道 你喊什么喊 彭一贞喘着气 红着眼 重重地坐下来 抓起一把豆子 扔进嘴里 嚼得嘎吱嘎吱响 我也没有什么可信的人 就是要找也来不及了 你就留着 最后传家宝吧 果实八娘笑道 我家是用不着了 我哥将来有了孩子 那也是要读书入室的 跟你们家不一样 呸 彭一贞重重地催了一口 门哥这一声被推开了 二人的谈话 戛然而止 姑娘子 皇帝是嘀嘀的声音响起 请吧 是 果实八娘应声站起来 端起一旁的托盘 迈步而出 望着她的背影 身后的彭一贞 伸手抓过那卷纸 塞入怀里 狠狠地用头撞了下桌角 发出一声闷闷的乌烟 见过太子殿下 看着漫战后 滑过大床上 邪乙而坐的人影 果实八娘放下托盘 跪下扣拜 不用多礼 文俊王微弱的声音传出来 黄内侍忙去搀扶 果实八娘扣了头 谢恩站起身的 端着托盘 一步一步走过去 漫战 一层层打开 又一层层落下 嗨 果实八娘抬头看了她一眼 见文俊王睁开眼 看过来 她的视线 在她脸上仔细地扫过 还好 她低声说道 垂下视线 果实八娘暂时无心去揣摩她的意思 走近几步 在她面前再次跪下 将托盘推上前 掀开红布 露出两个盖着盖子的碗中 这是两碗药 果实八娘说道 如何 文俊王看着她问道 小女 愿同殿下 同吃此药 果实八娘叩头说道 一旁的黄内侍 顿时一脸赞同感慨 不由得伸手抹泪 所求呢 文俊王面无表情 淡淡问道 知秋 摄碰一针不死 果实八娘头扶地说道 文俊王轻笑一下 呼得探山伸手 抬起她的下额 看着这一张神色淡然的脸 都是要死的 怎么就认为你的命 能还她的命呢 她问道 因为 俊王呢 果实八娘看着她的眼 郑重答道 我在你眼里 是个善人 文俊王笑道 是 果实八娘答道 直视她的双眼 从在仙人县那一次 我就知道 二人相视一刻 文俊王收回手 重新靠在软枕上 合上了眼 室内 引入一片沉默 故乡 文俊王豁得开口 你又是为什么呢 彭一真 他是被我 果实八娘 俯首在地要答 我不是问这个 文俊王打断他的话 明明已经脱身了 为什么又回来 果实八娘没有说话 还是因为我生 你哥哥才生吗 文俊王 似师自言自语 接着说道 说到这句话 他轻笑起来 不带果实八娘回话 伸手一抬 拿笔墨了 谢殿下 果实八娘俯首在地 一有哽咽声 灰笔在娟纸上写下术语 又取过太子印章盖上 挥挥手 皇内侍将娟纸卷好 抱在怀里 抹了把眼泪 退下了 起来吧 文俊王说道 果实八娘谢恩 站起身来 坐 文俊王说道 拍了拍 指了指自己对面 果实八娘应声势 退卸鞋子 坐上去 将托盘放在二人中间 殿下请 他伸手端过一碗 打开网盖 文俊王看了他一笑 我没力气 我没力气了 你喂我 好啊 果实八娘 抿嘴一笑 小女失礼了 说吧 就在床上 跪行到文俊王身侧 坐下来 床边 两盏柔和灯光下 二人近在咫尺 互相可以感觉到 对方温暖的气息 比原来的药 还要苦的 果实八娘笑道 一面用勺子 咬了送到文俊王嘴边 文俊王一笑 张开口吃了 其实到底有多苦呢 我也不知道 那我来尝尝 果实八娘从另外一碗 咬起一勺自己吃了 怎么样 文俊王看着他问道 果实八娘皱了皱脸 吐了吐舌头 果然很苦 我觉得还好 文俊王笑道 张口吃了他 又递过来的一勺 殿下 小时候 吃个很多药吧 果实八娘 带着几分好奇问道 咬起一勺自己吃了 文俊王点点头 嗯 有一段吃了很多 后来就不吃了 吃了也没用 不吃反而也没事 他接着吃药 咽一下 你呢 我 果实八娘吃下自己的一勺 微微皱眉 想了想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 其实都不算什么大事 都是我爹太小心了 我略有不适 他就弄些药给我吃 其实现在想想 根本就没有必要吃 都说做父亲的疼女儿 果然是啊 文俊王笑道 吃了药 呼得抬手 到过十八娘嘴边 擦去他嘴角的一点药字 过十八娘笑着 道了声谢 自己大口咽下一勺 想起自己的父亲 有些怅然地叹了口气 我爹 是很疼我的 可惜 那时候的我 都不在乎 也没有想过 只是心安理得的享受 甚至 他的眼圈 微微发红 甚至 在别人嘲笑家事的时候 埋怨过 瞧不起过他 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可贵 文俊王答道 咽下一口药 伸手从枕头下 摸出两块 酥脂包 冲故十八娘晃了晃 要吃糖吗 故十八娘退去怅然 眉间浮现笑意 殿下准备了这个 嗯 方才宴席上的干果蜜腱 我随手拿了两块 原本是指给自己的 所以 文俊王嘴角挂着笑 说道 故十八娘已经从他手里 拿走一块 我这辈子还没有吃过 皇家的糖呢 他笑道 伸手打开 放到嘴边 咬了口 满意地点头 嗯 真甜 就着这块糖 他干脆端起碗 可不能浪费了这糖 文俊王伸手拦住 故十八娘有些不解地 看向他 这块 也给你 他看着他 轻轻地笑了笑 慢慢喝 还能多说会话 故十八娘笑了 伸手拿过他手里的那块糖 打开 递到他嘴边 没关系 路上 我们接着说 他含笑说道 文俊王看着他 张开口吃了 舌尖轻轻卷过他的手指 其实 过十八娘用勺子 喂了他一口药 迟一刻说道 其实 死 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或许 死 就是生 生在一个 你想都想不到的时候 时候 文俊王对他的用词不解 就是说 过十八娘自己吃了口药 振酌一下 如果 能死而复生的话 殿下 你想回到你人生的什么时候 文俊王哈哈笑了 哈哈 我从来不对假如的事进行猜测 哎呀 您肯真是无趣 过十八娘明嘴笑道 再一次喂给他一口药 药碗见底 过去的 就是过去了 想也无用 而明日的 还在明日 如果今日过好了 明日 自然也不会差 所以 何必浪费时间呢 他笑道 是 过十八娘 拉长声调答了 自己将剩余的药 养头喝尽 那么现在 我们什么也不要想 睡吧 他转过身 带着几分艳羡 摸了摸柔软滑贵的被褥 这次 直了 还能睡睡千岁的床呢 文俊王再一次笑了 看着他 果真在一旁 靠里的位置躺了下来 呼的 又爬了起来 糟了 万一 要是 还能醒过来 以我的一句心惊 他带着几分黄口 这我没说到 那 我 我是不是 要被拖出去砍头了 醒过来再说吧 何必为了明日的事 非神呢 文俊王伸手 将那一推 五十八娘 便跌倒在内 那 俊王 您可要替小女 想个办法 小女可不能 这么轻易的死 那样死的话 太 他跌在软软的被褥上 要一渐渐上来 只觉得头一阵大过一阵 仗子想要炸开 说话也难难不清 因为 那样死的话 太不值了 我不是怕死 我是觉得 不该死的时候去死 是对不起 对不起爹娘 对不起 师父 我不能对不起师父 好 文俊王比他更甚 只是强行控制着 再抵不住倦意 慢慢地也合上眼 我给你想法子 室内陷入了一片静谜 暗夜笼罩了整个皇城 文俊王感觉自己 行走在黑暗里 飘飘荡荡 永无止境一般 直到身边 浮现一点点的火光 虽然微弱 但却让他觉得心暖起来 有草杂的声音响起 忽远忽近 怎么样 被嘴 滚出去 我要的金针 是破针 这是在做什么 文俊王恍恍惚惚 闪过念头 只觉得眼前的火光 越来越大 似乎烧到了身体 温暖的感觉 渐渐变成刺痛 越来越痛 痛得他想要大喊 却发现自己似乎无法出声 失控 他从不允许自己对自己 失控 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控制 还能算是活着吗 活着 对了 他还活着吗 熟悉的记忆潮水般涌来 瞬时 瞬时将他淹没 他好像是该死去了吧 不 他现在有意识 感觉到疼痛 怎么可能算是死去 一刻不死 即便是生 伴着这个意识 火光 轰的增强 将他整个人包围起来 焚烧 产生让人碎裂的疼痛 文俊王啊的一声大喊 伴着这一声大喊 他睁开了眼 在这一刻 建坑星龙寺内的千年时钟 凭空发出一声响 经的寺院里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 面带惊恐不解地 看向古中的方向 陈房里 跪坐在葡团上的了然大师 猛地睁开眼 变了 他喃喃说道 虫花龙 月初四十更体 变了